大家好,歡迎收看Mu Channel,我是MuMu 在北宋時期有一位大臣 他率領全國進行了併法改革 歷史上稱為慶立新政 雖然最後改革失敗了 但對宋代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這位大臣的名稱呢 就叫做范仲淹 我今天就來介紹范仲淹 以及他的族人在蘇州的天平山 范仲淹出生於公元989年北宋時期 他的父親是一位基層官員 在很多地方做過官 母親則是家裡的一個妾 父親家裡的族人曾經是一個望族 先祖當過國家的宰相 但因為戰亂 從中原遷徙到蘇州居住 族人過世後通常就下葬在蘇州天平山裡面 所以天平山呢 又叫做范坟山 范仲淹兩歲時 父親就過世了 母親就帶著他居住在天平山裡面 並且辦理父親的後事 但是母親可能因為妾的身份 並沒有受到族人很好的對待 最後只好改嫁另外一個地方官員 叫做朱文翰 並且離開了蘇州 范仲淹也改了名字 叫做朱月 這是范仲淹第一次和蘇州天平山的接觸 下次真正意義的回來 已經是二十幾年後的事了 范仲淹的繼父在好多地方任官 他們經常需要舉家搬遷 而且繼父官階並不高 任職了好多年 家裡還是很窮 公元1015年 在繼父過世之後 范仲淹寒窗苦毒 在27歲的時候 終於用朱月這個名字 考上了進士 開始官職的生活 為官後 范仲淹並沒有回蘇州 而是在寧寧縣 也就是現在的河南省桑丘寺 有了自己的官田 也接回了母親和朱家兄弟 在這邊居住 並且在29歲的時候 回到了蘇州 特地找天平山的族人溝通 恢復自己原本的姓名 范仲淹這個名稱 就在宋代的官場裡 開始登場了 范仲淹擔任地方官時 展現過人的才華 37歲就聯合好幾個州的百姓 修建近80公里的漢海大堤 改善了幾百年來 海巢道貫的災害 並且在好多的城市裡 新辦輔學 培養英才 他所到之處政績卓越 也開始引起朝廷的注意 當時的蘇密父使叫做燕蘇 他就非常欣賞范仲淹 並且推薦他去擔任密閣教理 這個職務是可以直接見到皇上 是皇上的文學侍從 但是范仲淹太剛毅直言了 經常上奏去表達想法 最後得罪了劉太后 也激怒了皇上 造成三度被貶責離開了京城 離開京城之後 范仲淹繼續在地方做官 所到之處都治理得非常好 最後還在西北的邊塞 聯合槍族抵抗了西夏國的入侵 宋代的西北邊官 也因為他的治理和平了好多年的時間 公元1043年 55歲的范仲淹 因為正守邊官有功奉兆回京 直接升官升成了參支正式 也就是副宰相的位置 范仲淹終於來到可以展現更多才華的位置了 當時宋朝的制度並不完善 官員太多行政效率低落 范仲淹就提出打手造條成實事 對已經生病的宋朝 提出實鐵解藥 在宋人中的支持下 全面的展開心政 史稱慶立心政 慶立心政打算用官僚制度的提升 來改變宋朝 像是新政的第一條 明處制 處是罷免的意思 制則是升遷 明處制就是要明確罷免和升遷的制度 在北宋原本的制度裡 年資幾乎是升官的依據 很多官員寧可不做事也不要做錯事 所以要重新修訂法條 讓優秀的官員可以被提早升遷 至於不適任的官員 則是調查出來把他罷免掉 第二個叫做一僵性 宋代有個恩應制度 就是家裡有個人當官 其他人就有機會連帶得到官職 這些人可能沒什麼才能 常會在官場裡面互相包庇 范仲淹對恩應制度 提出了更多的限制 受到恩應的親屬 也需通過考試才能為官 避免無才能的人進入官場 最後來講簡搖役 這指的是宋代的有些縣畫得太細了 一個縣管轄的戶口非常的少 但是戶口少就算了 人民還要對官員做各種的供給和配合 這種地方應該要調查出來 把行政區合併 攏關廢掉 讓人民可以減少負擔 更有時間耕作 地方就會複數 清理新政讓官場風氣得到了改變 國家行政效率提高 甚至財政開支也得到了舒緩 很多世代夫 紛紛讚揚這時候的制度 但是新政的方向 主要是縮減官僚的隊伍 很多年迈的老官員 就被大筆一揮罷免掉了 新政才執行一年的時間 就被全面的抵制 守舊派的官員 就以解憑黨為理由 全力攻擊改革派人士 又加上大老闆宋仁忠決心並不堅定 改革才一年 政策就被停擺 改革也宣告了失敗 最後范仲淹的參支正式職位 也被免除了 改革失敗後 范仲淹晚年就回到地方任官 並且用他的積蓄 在蘇州穿辦了藝裝來幫助族人 宋仁忠也把整座天平山賜給了范仲淹 讓他還有族人在這邊可以持續的發展 以上就是范仲淹的介紹了 那這座天平山現在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一起去看看 前面看到的山丘就是天平山了 范仲淹在蘇州的族人過世後 通常就下葬在這邊 所以又稱為范坟山 天平山並沒有很高 海拔大概200公尺而已 由地圖上來看 山體在蘇州古城的西南方 這邊海拔100到200公尺的山非常多 盛廠化鋼岩 附近曾經有很多的採石場 而天平山呢 就是在這樣子的一個位置裡面 在史籍裡 天平山還有一個別稱叫做赤山 宋人宗時期 感念范仲淹對朝廷的貢獻 把整座山賜給了范仲淹 所以天平山又稱為赤山 范仲淹過世700年後 清朝時期 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 四次特別來到天平山 一個地方讓皇帝特地來了四次 可見族人一直將天平山守護得很好 並且在地方有一定的勢力 清代時還留下范仕赤山就如記的文獻 記載山裡面的建築 重建的年份和歷史 而現在的天平山呢 已經變成蘇州最知名的賞豐盛地 每到秋天 會有大量的觀光客慕名而來 今天影片 大家就跟我一起去山林裡面看看 在天平山的山下分布了大量的蜂香樹 這些樹常見於中國的南方 像是雲南福建 越南北部 還有台灣 都可以看到蹤跡 那為什麼天平山有那麼多的蜂香樹呢? 這跟范仲淹第17世子孫 范允林有關 公元1615年左右 范允林辭官回鄉 並且從福建 帶回了380棵蜂香樹 種在了天平山 而且興建山莊 晚年就生活在山裡面 380棵蜂香樹 經過了400年 一直到了現在 還剩下121棵 每到秋天 它們的葉子就會開始變顏色 也進入了蘇州的賞豐季節 根據我的經驗 這天平山賞豐要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離湖水比較近的東邊 另一個是西邊的古風林 這兩個地方風紅的時間完全不一樣 湖水周圍的風速會先開始變顏色 時間點大概是小雪節氣左右 也就是11月的中旬 影片裡看到的 是2022年 11月21號拍攝的 湖水周圍的風向樹 正在依序的變色 五彩斑斓的樣子 非常的好看 天平山的西邊 離湖水遠一點的地方 則是11月底才開始變黃 這裡是老風樹最密集的地方 400多歲的參天大樹 在這邊到處都是 航拍時可以看到 這時候的樹梢已經開始變色了 但由地面上來看 樹林裡還是綠色一片 要看到古風林全部變顏色 要等到12月初 也就是楓葉季節的尾聲了 蘇州在一年裡 就只有這一個多月 可以看到這些景象 大家如果有機會 11月來蘇州 一定要到天平山來看看 一到秋天天平山的人潮就會非常的多 大家如果要來玩 記得要選走上9點前入山 或是選個非假日的時間 這樣子才能逛的比較輕鬆喔 好啦 那我們再繼續往前看看 天平山的風紅景色 歸功於明朝末年 范允林的種植和建設 范允林有個稱號叫做范參議 因為他是從福建不正師參議 辭官回鄉 所以呢 又被稱為范參議 范允林過世之後 他的兒子范碧英 就把父親原本居住的山莊 改建為范參議公池 這個范參議公池 就是現在影片裡 石井堂對面的白色建築 現在的畫面 可以說是天平山最強的機位 有非常多的遊客 會帶專業的攝影器材 來這邊拍天平山 風香樹和建築以及天平山 會在石井堂上互相倒映 非常的好看 但這邊曾經發生過很多的戰亂 明清時期的建設早就荒廢 現在看到的建築物幾乎是現代重修 或是重建的了 那現在的樣貌跟以前差很多嗎? 我來特地找一些圖片 對比給大家看 首先來對比一下清朝的畫作 石井堂和范參議公池的位置 跟現在非常的相似 連湖面上的橋都很像 參考民國時期的照片 范參議公池跟現在看到的行貌 也非常的相似 這塊景色雖然是重建或重修的 但還原度很高 不愧是最強的機位啊 大家如果來天平山 一定要來這邊打卡拍照一下 另外湖的附近有一個地方 跟老照片也很像 就是畫面中的高一元牌坊 高一元是乾隆賜給這個地方的名稱 代表范氏族人的舉止高尚 合乎正義的意思 這牌坊的位置是天平山的大門口 乾隆皇帝就是經過這個牌坊 沿著後面的乾隆玉道 進入了天平山 由20年代以前的老照片可以看到 現在牌坊的樣貌 和當時也非常的相似 歷史上有記載 范仲淹第27世子孫立了這個牌坊 至於現在看到的是不是重修的 就不清楚了 范仲淹的後代都非常的優秀 對天平山也有很多的貢獻 除了剛剛提到的范允玲和范碧茵 我這邊再分享兩個 近代族人和天平山的故事 第一個是禁止開山石碑 民國17年孫中山現身過世後 南京要興建中山林 需要大量的花岡岩 天平山一帶因為是花岡岩的地形 當時差點把彩石場規劃到地界裡面 最後在族人各方遊說和守護下 沒有被列入開彩的名單 保存了這片漂亮的山林 護山的司機目前刻成了石碑 存放在天平山裡面 記錄了這一件事 第二個是古風林裡面的范仲淹銅像 這個銅像高2.8公尺 是浙江省范氏後裔 在2003年捐贈的 銅像是從浙江運到蘇州的天平山 接木儀式非常的隆重和盛大 目前銅像就佇立在古風林裡面 也是大家很喜歡打卡拍照的地方 影片的最後 我們來把故事的主軸回到范仲淹時期 在清立新政失敗後 范仲淹就回到地方做官 他的好朋友藤子晶修建岳陽樓 並寄來了一幅畫作 請范仲淹寫記 岳陽樓記就這樣子 在文學的舞台上登場了 在文章的最後范仲淹寫下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名 楚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是進一憂退一憂 然則何時而樂也 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 范仲淹一生理被多次貶關 執行新政又受盡了朝堂裡 各種的耳一我詐 但最後人在江湖還是心系天下 他不但是政治家、軍事家 還是留下很多經典詞文的文學家 所以又被稱為北宋第一流人物 范仲淹晚年用自己的積蓄 在蘇州建造藝莊來幫助族人 在之後的朝代 藝莊前面還建了優勒牌坊 上面就寫著岳陽樓記裡面的兩句名言 但牌坊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被毀掉了 現在看到的優勒牌坊是1989年時 紀念范仲淹千年誕辰建造的 優勒牌坊後面是范仲淹以及族人祖先的祠堂 范仲淹的母親因為曾經改嫁 所以過世後無法進入中時 只好葬在河南的萬安山 范仲淹最後也隨母葬 藏面於河南 所以天平山雖然是族人歸葬的地方 但范仲淹過世後並沒有葬在天平山 在祠堂的附近還有個范仲淹紀念館 裡面有很多的歷史介紹 我也是在這裡看到了這些知識 才有了這集影片 大家來天平山除了觀賞蜂香樹 推薦大家一定還要來這邊看看 天平山大部分的蜂香樹和建築都是在山底下 所以影片裡我只介紹山下 並沒有爬上山 山底上的景色呢 就留給大家自己來天平山看了 好啦,影片先到這邊 希望大家喜歡 我是木木,我們下集見 另外天平山還有一種蜂樹 叫做雞爪醋 這是後來才種的年輕蜂樹 可以看到它的葉子跟蜂香樹完全不一樣 雞爪醋跟范允林沒什麼關係 大家來賞蜂的時候 別把它們和蜂香樹搞混了 影片的最後我來分享12月的古蜂林 現在的畫面是我往年在12月拍攝的 這時蘇洲已經開始降溫 很容易有下雨或是大霧的天氣 古蜂林裡 400歲的蜂香樹 在這時才會變黃 整個樹林裡 就連空氣感覺都像黃色 但維持了一小段時間 就會全部落葉了 蘇洲的賞蜂季節也會在這時結束 好啦,影片就真的到這邊了 大家在秋天都去哪裡賞蜂呢?